2016卢州神匠文化祭系列活动已经开跑了 而为了深耕神匠文化 主办单位这次邀请到了雕刻师王两传 前进各校讲解神匠的文化 其中一场就特别来到了陆江国校 我们一块去看看 身为卢州人一定对神匠绕境不陌生 不过关于神匠的历史或是文化可能了解不多 因此今年的卢州神匠文化祭 特别请雕刻师王两传前进校园开讲 是看他外表的长相 也叫黑白分别 也叫善恶分别 雕刻师王两传愿意接下这样的任务 除了希望让神匠文化可以从小扎根 也希望帮神匠证明 让大家知道真正的典故 其实以前没有穿盔甲的神匠 在大陆没有 台湾没有 原来只有大爷奥就卸犯将军 只是我们台湾都不知道 后来在演变有千亿案 神龙女 圣母有 所以演变变成有罗兆 变成技工 我怕担心 不要把官司以为我变成神匠 你说有没有可能 以台湾建模会创造 有可能 但我奉劝不要乱改造 你要版本另外一个IQ版 不要把拿技工来当神匠 所以今天有土地工体验 就是说怕误导 卢州拥有神匠互相的美名 如果身为卢州人 可以在热闹的绕境活动之外 对神匠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 相信会对文化传承更有使命感 记者陈明辉 林锦鱼 卢州采访报道